脫下西裝改穿Polo衫副總統賴清德翻轉形象 當其YouTuber和網友互動熱絡有溫必達 拉近和年輕選民的距離瞄準青年票倉 難道是因為前進總統路上已經秀出危機 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最新民調 有將近47.3%的民眾不希望2024年民進黨繼續執政 其中又與25到64歲的選民 這群主要投票的經濟主力過半数都不樂見 教育程度高中值以上的知識分子 更是一面倒高舉不支持 就是該輪替啊 淡價什麼這個物價 現在漲得亂七八糟的 那至於房價那也不用講啦 因為飆得一塌糊塗了 可以輪替很好 做太久就會驕傲 那他可能就沒有做到應有的節制 淡的話我有時候去超市買都就是沒有 抱怨物價高 房價高 生活壓力大 更擔心兩岸關係降到冰點 而這次民調也被解讀民進黨後院失火 因為賴清德的本命去台南四成二民眾不樂見民進黨繼續執政 綠色執政這麼久了 台南有很多弊案必須要重啟調查 希望這次真的能夠政黨輪替 我們不要在這種綠色執政之下 他們有在那個戰爭的陰影之下生活 民眾心聲不想一黨繼續獨大 成了賴清德最大挑戰 2024名腔起跑 藍綠白都要搶大位 賴清德扛起延續執政的使命 但這恐怕也成了選戰發展的最大變數 《環宇新聞》柯冠成葉雲娜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